就是去判Jaw打和的時候 蛤?我不想再聽到 Extra那次 因為我其實已經用盡我全力去打三個回合 就是去判Jaw打和的時候 我應該要用額外的120% 再強一點的力去打 Extra round你才可以贏到我的對手 其實我這一刻是想放棄 我真的沒有力了 我真的沒有力了 有一刻我跟自己說不如投降 要不我出隊友得去 我不打了 就是當我輸就算了 但是我的助手在我面前的時候 一會兒又要這樣 怎樣打怎樣打 你加油最後一回合 你有機了你贏 還有台下我20個粉絲 其實就說 撐住啊師傅 我那一刻不可以去 這麼多人看著 一定要去 就跟他死過 之後我就一出去打的時候 我就不理會什麼了 就用了全身的力去打 就是沒有想過任何事情 其實在宣布贏那一刻之前 那個才是最恐怖的 他就好像第三回合一樣 最後一個判你贏 哇贏了 一個判Jaw又贏了 我看到他不是我 就是如果你看到片 我就覺得遠遠來 我已經喝醉了酒 那個人已經沒有力了 我說不要再做了 再做了我真的受不了了 後來判贏那一刻 就真的 所有力都回來了 哇很開心 這次是完全是發揮得到的 在一個心態上 我覺得是戰勝了我 我幾年前是被人打KO那一次 那個陰影我是消除了 我覺得自己不同了 自己好像很多東西釋懷了 以前的向馬克榮 我覺得是很火氣 很猛 很萬獸之王 真的很轟炸機式 不停地進攻 以前是想打完比賽 立刻就想再打第二場 經過這個extra round之後 那一刻突然終於到休息了 之後再重組自己的狀態 那個腦 怎樣去適應 打十二那場比賽 不是圓夢 是開始 我終於有機會去到這個地方 而被我爭取到上 再高一個level 如果突然有一天 我不想再打 那我人在這裡生存做什麼 我放下了打拳比賽幾年 我以為自己在這裡做一下 教一下拳 照一下子那些 我以為這樣是OK的 我向炮榮是這樣 但是當我一接人比賽的時候 我每天起身操練 我個人很有動力去做一件事 我就是好動 就是要這樣釋放我所有的體力 我覺得這樣才像轟炸機 我為自己的一件事 我和你自己的心態 其實幾多種有獲趣 他竟然從來反彰 沒苦慮 雙手就吹 也要雙腿 用風收受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